嗨 各位好 我是Darren 我是一名父親 也是一位三鐵選手 很榮幸的我今年在4月的 澎湖226拿到了去Kona的資格 Kona這個地方呢 它從1982年開始 就固定舉辦在夏威夷的Big Island 它是右下角的 算是養老的小島 然後它的左側靠海邊 有一個地方叫Kona 自從1982年開始 就每一年都是在這邊舉辦 Iron Man系統的試錦賽 那可以把它想像成說 它聚集了各國家最強的鐵人 然後每年會在10月左右 在這邊決意實戰 就是一個三鐵大亂島的感覺 除了它歷史悠久之外呢 我聽很多前輩講 在Kona這個地方 每年比賽的時候 那個氣氛就變得非常非常好 你就會看到可能 前一個禮拜開始就各國的三鐵好手 就會走在你的面前 然後整個島就變成這個三鐵的一個殿堂這樣子 那因為我自己沒有去過 所以其實我還蠻期待的 那另外想要做這一系列影片的一個主要原因 是因為其實最近我們開始聽到說 Iron Man可能之後的試錦賽 不會繼續辦在Kona 所以說幾乎40年的歷史 經典賽事可能就要被取消了 當然還是有Iron Man繼續會辦試錦賽 只是可能不會辦在Kona這個小島 另外一點就是有聽說 Iron Man這幾年在台灣經營的不是很好 所以Iron Man老闆是有思考 明年可能就不要再引進Iron Man到台灣了 所以在天時地利人和的情況下 很有可能我拿到了台灣人最後一屆去Kona的資格 那就想要藉此帶著各位一起經歷One Semper All的機會 我在接下來的這個series裡面 我會分享我的訓練心得啦 訓練裝備啦 當然如果各位有什麼三鐵上的疑問 我覺得都可以在留言區寫下來 然後我們可以在網路上多做討論 那在今天這一集我也跟各位分享 在過去這個四月學到的一件事情 我知道你可能會常常看到 像雪人冒 冒個六週比了三場二二六 各種拿冠軍這些的 我覺得不能說你做不到 只是我覺得這是一件非常危險的事情 尤其是如果在訓練跟經驗 沒有這麼充足的情況下的話 這不只是考驗意志力 其實它也是一件對於身體的內臟 很傷的事情啦 說實在的 那這也是我在過去四月學到的一件事情 就真的我覺得 尤其第二場二二六的時候 即便我的強度沒有拉得這麼高 但是這個時間拉這麼長的時候 我腎臟的運作時間這麼久 對於我身體的負荷真的是非常的大 然後再加上很不幸的比完賽過兩個禮拜內 我又確診 花了一個禮拜時間恢復 到現在才慢慢開始Pick Up之前的訓練 我覺得訓練到現在大概是第三個禮拜 這恢復的時間遠遠的比預期還要久 當然除了兩場二二六對身體造成的負擔之外 我覺得可能確診多多少少 後遺症還是有一點點影響 我覺得就是不要急啦 維持好基本的體態 然後慢慢的打好自己有氧基礎 讓之後需要開始堆量的時候 身體是有非常穩固的有氧基礎 那在影片最後我也給我一個Cliff Hanger 就是這一週Puma寄給了我這雙他們的頂級跑鞋 Devia Nitro Elite 這雙鞋我這幾個禮拜測試了一下 也差不多累積了三四十公里 我就在下一期跟各位分享一下我對這雙鞋的感覺 Anyway 我覺得我私心蠻推這一雙的 至於它的一些優缺點 我會在下一集仔細的跟各位分享 喜歡的話也忘了訂閱分享按讚 緊要在底下留言那我會一一回覆各位 甚至我們下一期拿來討論都可以 好 就這樣 我是Derry 我們下期見 拜拜